通常在旁邊看隊友 就是一樣很開心啊 就是很想看他打尖安打 或衝第一個 但是我都不敢第一個衝 我們後面沒有人 所以我都是等一下然後等一下衝 然後我再衝也來不及 打出去那一下 差不多了 就去水桶拿水 看應該會再去全打 所以大家都會衝去拿水 在尖安打那個timing不好算喔 還要算一下 那個跑雷的腳層 可不可以 對啊 就打出去 如果是一般的在尖安打 就打出去他通過一流我們就可以衝出去 啊如果是缺打我們就在那邊等 我就會開始想一些 比較 好笑的動作 就很臨時的突然想出來 在尖安打的我也不知道 我會做什麼歐洲步啊 我也沒有在看哪集的人 我還沒有在那邊 歐洲步那種 對 就都突然 如果是打在尖安打還可以跑 還跑得掉 打真心也打 跑不掉 沒則了 沒則了大家都在那裡 你閃不了 我雞皮疙瘩 就是一種像是回來的感覺 回來得分然後 就是勝利的感覺 他會雞皮疙瘩 東華爾通蠻快的啊 還有小高啊 阿明都說蠻快的 我就比較在後面 屬於在後面 就是看有沒有跟他們一起這樣 但是我都對 但是我都太慢了 就是覺得有機會要再見的時候 就會開始 就開始找水啊 那都是事前準備的啦 有時候都會先 喔有機會就先把水拿好 像我們球褲口袋有兩個袋子嘛 所以你就先塞兩瓶水 然後手可以拿兩瓶水 所以你身上就等於有四罐水這樣子 就會先準備好 那有的人會拿粉啊 或者是那個防滑噴膠什麼的 反正就亂拿 會準備 這是一個經驗啊 打出去的時候 先喊真 衝去拿水 這是一種互動啊 對 再見 比賽還蠻 還蠻爽的 對 因為你終結那個比賽嘛 而且如果你的 終結那個比賽的方式是非常 刺激 或者是激烈 那會 很有成就感 比方說像我打 拳雷打 然後他是滿貫的 然後又是再見的 所以 那個成就感 會是你打出去 確定他是拳雷打 在繞雷的時候會 會 一直很高興 一直到本壘 然後那個喜樂會 一直到晚上都很開心 對 很緊張啊 因為 大家一定會想說 趕快 趕快結束 有機會贏 應該是 不用上班了 下班了 對啊 就很開心啊 因為重點是可以贏球吧 對啊 贏球就很開心 因為自己贏球這樣 就會很期待 也會很緊張 又一動 就算是練星球種 我上次有跟你說 我被那個星球種騙山陣的 你看 月照超強的 我用他又贏了 棒球電堂LIVE 全新取況系統登場 棒球電堂 完成你的棒球夢 完成了 eff揮球 結果